原來在任何人暴躍 就要吃土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開箱回原人者一番賞連接思想套B賞 早有魅力的競速之神二代回一千手匪劍 都從已分身飛了神繪圖轉身戰地牆應用廣 全都是它發明的 比起一堆開外掛的星宿幻宿及血跡限界之外 我覺得它是最道地的人者 這套撈開來全都是氣泡之高的 就像是買二手一樣 一打開社群非常多人跟我一樣 腳掉下來或是掉兩隻腳 鞋底還是蠻新鮮的 把腳插了去之後插到眼淚當作美式繼續看 腳踝裂開也是比較可悲的連醫療般都沒有帶 幫腿呢就真的是歷史上的最糟糕 細節比WCF還要模糊 沿野做的蠻油亮的還有一種暈車的氣色 無特戶而不僅帥到失禁 保護能力強到連木頁高層的官方LOGO都刻不進去 看起來就像盜版的 毛毛應該是做最好的地方 做假的細紋跟漸層都還是有一點水準 手部除了沒有漸層色之外還是根根分明的 因為很多暴凶的工具都是做黏在一起的 也沒有這個縫隙 這次全部的造假都是滿滿的分枕看起來還是很舒服的 胸前腰後這些感覺都是可以直接脫下 但就是我的上下半針好像也沒黏好 中間都出來的搞得很像內褲 全身也就這裡有做一點營運處理 那如果喜歡飛行員可以考慮T色的大概也就是1000多塊 那款的盔角還有做出金屬感 這次做了非常多的分枕帶眼只有腳撐要組裝 那這次高度大概是27公分 跟1比7的GK是蠻搭配 但以一個182身高的飛肩跟179的水門擺在一起很顯然的 這182有點虛爆啊 把水門轉過來之後仍然是有一個比較質疑的觀賞感受 唯一可惜的就是我還是比較希望可以收藏到護額可以替換的雙頭雕 讓我擁有一個牽手一組的組繪 再看下半身 褲子、綁腿、鞋絲跟膚色的服裝就真的感覺滿了一坨大便 兩款的效果差這麼多 優點就是箱子還整齊滿好收納的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觀看 下次玩具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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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